你看过有人在城市里飞檐走壁吗 答案如果是肯定的 那你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叫做跑酷的极限运动 英文叫parkour 这种运动由法国开始 然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而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跑酷协会 是世界上主要的跑酷团体之一 记者刘一铭带您一起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跑酷 市区里三层楼高的天桥过道 下面是稀来攘往的大马路 这人竟然在悬空的天桥扶手上行走 叫人捏了把冷汗 他转身 小跑步 一个飞跃 这个人是谁 我叫马克托洛克 是美国跑酷协会的创办人 今天我们把跑酷和自由奔跑介绍给你 在美国首府华盛顿近郊的一座市区公园内 一群来自美国跑酷协会的成员 在这里练习跑酷 美国跑酷协会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跑酷团体之一 登记成员超过9万人 这项运动源自法国 它的创办人叫做大卫贝尔 跑酷是一种训练方式 它利用户外的障碍物来训练你的身体和意志 就像武术利用格斗技巧来训练人 同时教导价值观决心还有自尊 跑酷也是一样 只不过将格斗技巧换成了跨越障碍物 借由跨越任何在你路线上的障碍 来锻炼你的身体和意志 跳跃 翻滚 喷爬 任何技巧及动作 能够帮助你跨越环境中的障碍 都属于跑酷的一部分 格雷夫斯是美国跑酷协会的首席教练 跑酷没有既定的动作或招式 它不像体操或是武术 又从基础到高级的一系列动作 然后循循渐进练习 跑酷的训练是什么动作有效 就练习什么动作 譬如说看到墙壁就要翻墙 在墙上一个不稳就顺势下来 泽诺是美国跑酷协会的社群主任 你看到的这些翻筋斗 还有这些比较少用到的动作 是训练你自己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 能够处置泰然 如果我在坐着的同时 突然重心不稳向后翻 我要能够控制我自己 察觉自己的身体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像现在我面前挡着一堵墙 我就最好要翻上去 如果过程当中我滑了一下 我就必须要马上应变 所以一有变故 我有自信能够掌握状况 由训练单一的动作开始 然后到将所有的动作连成一期 迅速流畅地应用到穿越路径上的任何障碍 这就是跑酷的主要目标 曼尼诺是美国跑酷协会的通讯主任 刚开始时 你持续反复练习单一的动作 当这些动作变得很自然 变成一种不需要思考的反射动作时 你遇到任何障碍 都能很自然地反映出来 看过他们的身手 就知道不简单 这些人来自美国跑酷协会 所属的一个团体叫做Tribe 他们不但接拍电影及电视广告 也到世界各地表演 Tribe是一个职业队伍 他们到各国做专业的表演 去过北京 香港 澳门 悉尼 法国 英国等 足迹遍及全世界 华盛顿市区里的普莱姆健身中心 就是美国跑酷协会的大本营 在这里 这些年轻人自己设计 制作各种障碍物 来练习个别的跑酷动作 同时他们也开班授课 这里的学员有不同的年纪 性别以及体型 阿曼达亨利练习跑酷之后 深深喜欢上这项运动 志愿来当美国跑酷协会的义务教练 她认为跑酷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 任何人都可以跑酷 但从事这项运动的男性比女性多上很多 原因是人们认为跑酷是有危险性的运动 而很多年轻人又喜欢表现 把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放到网上 但我觉得跑酷适合任何人 我本身不喜欢具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 跑酷是自己与自己竞赛 而不是与别人竞赛 从事任何运动都有受伤的潜在危险 尤其是强调体能的跑酷 以橄榄球为例 你越是强被对方强撞球员冲撞的机会就越高 但是跑酷不一样 你越强你就越安全 所以我们经由不断的练习来确保安全 虽然不像体操或武术的动作招式有严格的规范 跑酷发展出一系列最有效果的动作 来引领初学者入门 你现在看到的动作叫安全撑跳 安全撑跳 最重要就是我用单手和单脚同时撑在障碍物上 然后将另一只脚带过障碍物 这样就很安全 因为我同时有两个点的支撑 而快速撑跳 就是你将安全撑跳练熟之后 你可以进步到双脚都不接触障碍物的单手撑跳 精准跳跃是另一个最经常练习的基本动作 目的是要让跳跃能够在非常小面积的地方着陆 像是楼梯的扶手 跑酷带给练习者最明显的好处是一身强健的体格和灵活的手脚 但因为他不断训练人跨越障碍的能力 潜移默化中也锻炼了人的意志力 除了体能之外 跑酷训练了人解决问题的技巧 学习下决心 以及面对逆境 当你遇到人生中的障碍 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人际关系上 因为你曾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训练自己越过障碍 寻找新方法来挑战自己 你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 绝不会束手无策而坐以待毙 这些身轻如燕 动作皎洁的城市跑酷族 很多人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但从泽诺最喜欢摆出的这个姿势来看 蜘蛛侠一定是他最喜欢的偶像之一 美国万花筒记者刘恩明 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